钟表的金振,为什么是32.768K? 钟表的运行需要一个准确的节拍器 机械钟表依靠的是机械板 电子钟表依靠的是金振 这就是金振,是一种电子元件 它能提供准确稳定的节拍 钟表里常用的金振是32.768K 也就是每秒跳动32768次 为什么不是每秒跳动一次 或者十次,一百次这样的整数呢? 电子挂钟,电子手表,多功能电子钟 以及需要计时的电子产品 里面都有一个32768的金振 对于我们常用的实进制数学来说 32768不是一个整数 但是对于二进制运行的电子表和计算机 32768是一个整数 在电子钟表里 有一个16位的二进制计数器 32768刚好是第16位等于1 其他位等于0的一个整数 就像这样 1后面15个0 这个二进制数的实进制表达 它刚好是32768 钟表里的金振每秒跳动32768次 就是给这个16位计数器 每秒加32768个1 这样在第16位的加1速度就被减慢到1秒一次 这种减速作用和小齿轮带动大齿轮减速是相同的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偏偏是32768而不是比它更高或更低的频率呢 我咨询了相关行业的老师傅 为什么不用16赫兹1赫兹这样的低频 他说综合考虑成本和体积 32768在金振里已经属于低频产品 再低体积就会增大 和它搭配的负载电容也会增大 不适合便携小型化的钟表 我又问为什么不用更高频率 他说对于数字电路工作频率越高 就意味着更高的电力消耗 32768这个频率已经能满足精度和成本的要求 也能满足低功耗的需求 所以没有必要用更高的频率 现在这个波形是多功能电子中金振上输出的波形 我们打开频率计 看看是否存在误差 实际频率是32767.5赫兹 慢了1.5赫兹 难怪这个钟总是慢几分钟 不过金振总是存在误差和温度飘移的 用32768这个频率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金振的误差体现到秒上面 只有32768分之一 好了感谢您的关注 我是积电匠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